大家好,卡姐今天又來到海邊暴行 今天浪很大,還有風也很大 我相信早上很早的時候,那些未人退潮 浪很厲害,因為我看到暴行的路全部濕了 應該是海水打了上來,很厲害 一個近海洋的城市,我覺得都很漂亮 溫哥華的漂亮,它又有海,又有山 如果你說住在海邊,早上出來走 你看到那個海,很多時候都不一樣 早上和下午又不同,四季都不同 今天就在這裡走下來沙灘 有些浪湧上來,平時我很少走下來 因為浪現在打的位置,其實很多時候被海水覆蓋了 今天就退潮了,你看地上也有很多海草 平時那些地方也是有海水去蓋過的 今天就退潮了 退了潮後,浪也很大,白頭浪也有 喜歡來到海邊看浪,聽到那些浪花拍打的石的聲音 也很奇妙 現在是早上八點左右 要運動的人,七七八八都會現在出來 因為再晚一點就會很熱 可能打下來,下個星期都會很熱 其實這個沙灘都很旺 到周末的時候,這裡就好像一個景點 有很多不住近海邊的朋友都會過來這邊 海邊這裡走,然後進去市中心吃點東西 所以這一邊都是一個旅遊景點 我們現在早上出來走,每一天都是圍著這個海灣 大概是走三分一左右 就已經是萬多步了,很容易走 如果你不喜歡走,踩單車都OK 很多這樣的鵝,加拿大鵝是食群結隊的 你看看,霸佔了整條,人行道 你看這個還好像想打架 有時候我就覺得,哇,越來越多這些鵝 都挺可愛的 當然,這個天地之間 人和其他的生物,飛琴,雀鳥 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這一片土地上去生存 去生活 看見這些鵝仔,就慢慢變大 現在又變成大鵝 每一年都如是 看到這個,就只有一隻 鵝仔,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些,就 成個Family 生一斗鵝仔 有成十隻八隻 到... 沒多久見到,剩下七至八隻 不知什麼原因 有時候,鵝仔小的時候 都有一些動物去襲擊牠 你看這一隻很可愛 他見到我站在那裡 他就走下來 可能有很多人餵東西給牠們吃 他習慣下來,問你拿東西吃 其實呢,有很多條例的市政府 就不希望那些人去餵養牠們 是違法的 如果見到,就罰錢的 所以有很多新移民 不知道呢 就拿些麵包的邊 麵包碎 餅乾 這樣餵牠們 如果被市政府人看到 他真的是給你一張佛單 他們認為這些鵝 就是要習慣天然的覓食 不是說習慣人去飼養牠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 野生的加拿大鵝 現在走到這一邊 英格列灣這一邊 也都見到市政府很多這些車 來整理這個沙灘 他們覺得這個沙灘一定要保持很漂亮 所以我很多時候 早上一早來步行的時候 就見到他們經常運一些新的沙 因為這個沙灘就不是天然的沙灘 它沒有沙的 這些沙純粹就是不知道在哪裡運過來的 所以它差不多要鋪一些沙 還有在沙灘上面那些大的木 木莊是被人去坐的 這些也都是這麼常緊距也都要換的 也都要清理那些海面浮上來的這些木 所以現在看到它也都在清理著 這些是由市政府做的事情 納粹人交了稅金他們要做的 現在這個沙灘很漂亮 到了周末 這裡很旺 很多人在這裡打沙灘排球 講開這些鵝仔 很多時候我們開車看到 它這樣橫過馬路 我們在這裡停的 停它慢慢過了 我們才過的 但是我今天看到一部車 我看到都真的很不開心 你看它照衝過去 其實它可以等一等 嚇到這一群鵝 就站在這裡不懂得動了 第二部又是這樣 我發現車上的司機就是亞裔的 當然亞裔的面孔 不知道它是哪個國家 但是這些人真的很沒有修圍 其實這條路 基本上就是一些 比較高級的公寓 海邊那些 還有一些就是老人的公園 再去到這條路的盡頭 就是史丹利公園的了 根本前面也沒有醫院 也沒有急症室 需不需要這樣趕呢 如果今天有警車在這裡 開車的人有罰單 從一個人的駕車的品 就看得出他那個人 人品 有沒有家教 有沒有慈悲之心 有沒有慈善之心 你真的可以看得到 所以有些女生 如果見到你的男朋友 見到這些鵝裙 都不會在這裡停下來的 照樣衝過去的 那你就想想 這個人 能否嫁得過 是不是 不是說阿卡姐有時候 你又是在這裡說故事 不是說故事 真的有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人品 你開車 很多人以前就說 外府要去測試女婿的品格 就跟她打麻雀 那這裡就很少這件事的 但是呢 如果你開車的時候 見到一個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很猛症 和開車的品質不好 就你可以看得出她的人品 這個就是一個很現實的 一個側面去測試一個人的 那你等一等都可以 是不是 在北美洲 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是開車的 是不是 很多人如果去開車的品行不好 很多時候又發生路火 路火就會出大事 很多車禍 或者很多打鬥 就是因為沉不住氣 開車的時候 現在開車的人 都沒有以前那麼禮貌 以前很多時候都會禮牌 別人給你一個位置 切線 你就會是 舉一舉的手 在倒後鏡的位置 說給後面的車 那個司機廳 去感謝她 那現在呢 基本上都沒有這種東西的了 那我又來到這個便停車場 看到有一部挺有趣的車 其實這條路經常停到一些很可愛的車 很多那些本地人 他們開的車 都可能年代很久遠的古董車 或者是一些很新奇立異的車都有的 夏天這幾個月天氣好 是很值得開的那些開篷跑車出來海邊走 看到這一片海 很深礦神儀的 很舒服的 雖然有時太陽曬也好 有風的 有風就不覺得這麼辛苦的走 我就很喜歡走一段 走到來這邊 Stanley Park這個口這裡 就有很多椅子來坐的 你可以在這裡曬太陽 或者在樹蔭裡坐一下 如果每天早上能夠持之以行 一早可以安排一個這樣的步行 既有運動 亦都令到你心情舒暢 希望大家朋友們 有空都出去找一些很美的地方 去走一走 當運動